施易工在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说了啥? 电蛮歌认为说的是规律。 10月26日,在浙江温州举办的2019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, 中科院院士,西湖大学校长施易工发表了题为青年与科学精神的主旨报告。 1.什么是科学精神? 2.独立与合作。 科学真理的初探阶段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, 但是科学的发展,经常需要大家在一起合作。 这种合作不只局限于团队内部合作, 更依赖于团队之间的合作,甚至跨时代跨行业的合作。 他们四人分别获得了1901年、1914年和191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。 他们之间跨时代的合作,把人类整个文明往前推进了一大步。 所以科学精神也是合作的精神。 科学精神是产生重大科学发现的土壤, 关乎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。 我特别想说,其实科学精神靠全社会传播, 最重要的就是靠我们青年科学家的传播。 玩伤时代理论体系是流媒体数字主权时代全球首家专注研究完, 预防瞎完并以爱为即将LQ测试植入AI, 引导AI向善并最终解决娱乐至死的泛娱乐全球不良生态, 像更美的绿色玩乐生态世界前型的著作。 首次发表于2015年。